各位StarTalk的观众好 我是随家一见 今天我想谈谈房屋问题 最近过几星期前 看到一篇文章 吴秋北先生第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说 安德广下千万家 新时代公运论述 针对房屋问题 讲了他的看法 开宗明尔引用马克思一段说话 主要提到是说 垄断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土地方面 其实有几方面 我是同意他的分析 我先讲一讲 我先同意他的地方 比如说他有些客观的陈述 他也有做功课的 比如说说房屋问题 是香港的还质 大家都不会有意义的了 提到私营和公营房屋 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私营房屋方面 就是租金增长 增长就比收入更快 所以人们就算交租也好 不要说没有房屋 不要说不是透过房屋 令到资产增值 你的收入追不上租金的话 你在租金方面的负担 就会越来越重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公屋的供应也是不足够的 其实两个东西都是对的 我同意的 我想补充的是 其实这两个问题 就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你的租金越来越贵的时候 于是乎 便多些人去排公屋 于是乎 租金升得越快 公屋的供应 其实越不充足 所以香港处理房屋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一方面就觉得 租金丝楼这么贵 是不是应该多些丝楼 但是你另外看一条龙 公屋的龙排得这么长 排到平均五年多 是不是应该公屋那边 又是起得快些 其实这两个是 矛盾 或者有冲突的地方 就是说 你随便在一边 側重一边 都会令到另一个问题 更加严重 又或者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又会令到另一个问题 没有那么严重 譬如说 你觉得公屋那边 是起得很慢 于是乎 条龙很长的时候 那你更加加快 多些建公屋的话 那会怎么样 你撕樓起得慢了 因为土地就是这么多 于是乎 租金的增长 只会更加快 更加快的时候 就越赶了些人 多些要排公屋 所以有这两个问题 在房屋问题里面 其实是息息相关 所以要合併一起去做平行考虑 那 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 第二点想说的 其实更加重要的话 就是那篇文章里面 吴秋北先生就是提到 首先我觉得是 他说得很好的 就是说到 规划欠戒 那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那 那 两个问题他提到 一个就是规划欠戒 另外一个呢 他就去炮坑地产霸权 反而地产霸权 这个针对地产霸权 其实不是很长的 就是被舆论拿来做文章 就说 怎么说呢 就说是 会有政策下来 会去针对地产商 那我说了 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其实是非常同意 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说规划欠戒 那方面的 那规划欠戒 那规划的责任在哪里呢 那规划的责任呢 其实是政府的 那我想 我想我们最早在 在舆论里提出 这个论述的就是说 我们讲了很多年 舆论讲了很多年 地产霸权 那但是就其实 没有什么人提到 这个规划的霸权 又或者是 成规的霸权 那如果香港做规划 土地用途 究竟怎么安排的话 其实是政府 是成规的责任 那所以其实 他这篇文章里面 我一个重点就是 他讲了很多 规划欠戒的问题 OK 那这个是政府的责任来的 那大家 一般外人 不会理解到 为什么规划 会做得这么慢 又或者 为什么越来越慢 就是相对 可能是 就是大家 讲 譬如论 董建华 年代的时候 都讲八万五 为什么当年 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快 但是之后 规划 为什么一直做得这么慢 那这样 那这个其实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 我自己写过一系列的文章 就是说 规划 当中很多 其实是协调的问题 比如说 成规那边的 他会说 你附近不够配套 基建不够 那怎么可以改划到建很多楼 那就是政府内部里面 很多协调都做得不好 那这方面我觉得是 香港人要留意 那北京政府 其实都应该要注意多一点点 究竟房屋问题 核心问题 究竟是规划那里出了问题 还是所谓的地产霸权 他不起楼呢 那地产霸权那方面 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一点 我觉得是挺值得商榷的 那就是说 不是说帮地产商说话 但比如他提到 资金 又或者资本的垄断那方面 那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 和究竟如果是资本被垄断的话 究竟有什么市场的效果呢 那其实这方面的分析做得不是很足够的 那你问我的话 香港是国际金融市场 资金进出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这是第一点 那所以你说 想垄断香港的资金的资本 其实是非常之困难 他有机会的话 做得到的话 哪里投资得到的话 就会有资金进入的了 譬如看股市就是了 买了一笔水 那就算去到楼市那里 譬如近年我们看香港的地产市道 那其实已经不是说 所谓比传统的四大地产霸权垄断的了 不但只会有其他的地产商 参与这些发展学目 那其实中资来到香港 投资发展也都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了 那所以纯粹是说地产商 尤其是四大好的或者 或者是比较为港人熟悉的 垄断了资本 那我觉得这方面 就不太公平了 那还有就算 就算有资一日 有资一日可能是中资 垄断了地产市场也说不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定是不好呢 那这方面可以留意一下 比如说深圳楼 深圳楼都不便宜的 那深圳楼的人都是 供楼供的很辛苦 深圳啊上海啊 另外我也知道的 北京啊 那这些大城市 其实都是有这些 住屋问题 房屋问题的供应不足 令到楼价升得很高的 那他们是不是 又有地产霸权的问题呢 这方面 那他们的做法 和香港的做法 在规划那方面 又是有什么不同呢 那这方面 我觉得值得参考 就是值得去做个比较的 那最后那篇文章提到 填海和规管 限制用地 那其实两方面 我觉得是值得支持的 那所以我觉得 最后的总结呢 就是 他批评政府 规管那里做得不好 规划那里做得不好呢 那这方面 我觉得整个社会 包括和北京 也是需要关注一下的 那至于是不是 核心是不是 政府做得不够 还是地产商做得不够 这个比较的话呢 我就觉得是 要认真做多些研究 我写很多文章 都是觉得是 政府的规划那里 是做得比较慢 其实地产商 他改划 农地 新界地 那里呢 其实他都很积极去做的 但是为什么会 改划 就是可能一个项目 要搞十年或以上 才可以做得到呢 那这方面 是真的需要研究多少少的了 那另外 在填海啊 或者是 限制用地 规管那里 可以释放多些空间出来 给香港解决房屋问题的话呢 那我作为一个 经济学者的话呢 我都非常支持的 那今天讲的就是这么多 先啦 那有机会再和大家 仔细一点的研究 那提提大家 记得去订阅STARTALK 遗留的 那那 那那我先 拜拜